我們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因為我一直在想的就是說 如果百姓 如果人民真的把權交給民進黨 民進黨必須要對這塊土地負責 必須要保護這塊土地 讓它變成一個正義公理的土地 不然不賠錢會失望 那麼我先來給大家看 這是今天的剛出刊的 一週刊 一週刊 裡面有一批文章大家不曉得有沒有去看這個 有 那個教授 鄭大政治系教授 這個人叫張明貴 這個人很優秀 這個人多優秀 這個人是鄭家人 搭到哪裡 搭到建宗 搭到政治大學的博士 結果因為優秀 所以被政治大學研聘為 一畢業就被政治大學研聘為 政大政治系的副教授 結果呢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 他啊 他自己告 他說1978年 第二屆曾俄立委選舉 他還是學生 我想那時候他是政大的博士班 就是博士班的研究生 結果呢 他到黃信界的弟弟黃天福競選總部去幫忙 除了他跟家人透露 其實他是國民黨派他去監視黨外的候選人 家人之間 候選啊 職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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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的幫黃天虎扶選 本來是去抓黃天虎的後面 做失敗 做到白了 做到白了 不然競然去幫黃天虎扶選 他說那場選舉後來因為中美斷交而取消 黃天虎還記得這個人叫張明貴 因為這個藝術館有去訪問黃天虎 黃天虎說印象中 張明貴是個活潑博學的年輕人 我問他記者就問黃天虎說 知不知道張明貴是國民黨派來的 黃天虎說他不知道 因為黨外時期這種狀況很多 常有人介紹朋友來幫忙選舉 其中就有國民黨的人 我們也沒有能力 也不會去查他們的背景 這些人通常也沒做什麼 頂多就是跟國民黨說 我們的行程還有跟誰見面而已 但張明貴辯解的事 辯解 叫國民黨發言 被國民黨知道 他跟家人說 張明貴就跟家人說 他自己從此被跟蹤跟監聽 開始疑神疑鬼 精神也越來越緊繃 有時候夫妻吵架 甚至於華儀太太也是國民黨派在他身邊臥底 嚴重 不是已經 不是已經 精神少到影響 叫國民黨白家精神有問題 白家精神 他說 1981年 跟他同年出生 同時讀大同初中建宗的陳文成 因為在海外推動台灣民主與人權 反台遭警備總部約談 後來陳思台大校園 這件事情造成張明貴極大的衝擊跟恐懼 後來加上婚姻不合 多重壓力下他患了躁鬱症 一個學政治的人 也不敵政治的黑暗力量 我請教大家 國民黨是一個什麼樣的黨 那是很恐怖的 我們所看到 以前什麼蘇聯 共產黨怎麼破壞人民 怎麼派敵武 然後最後去壓迫人民 把人民揭到一個很優秀的政理學者 揭到啟笑 活生生就在這個案子裡面出現 你知道嗎 徐徐律師 他比參加三億頂多 他現在是六十一歲 對 精神療養院 到現在本集沒變 精神療養院 和親的人困 真的 他最重要的目的是 他推動萬年國大代表 萬年國會要 你要老的那個 退職 那是他發動 要去衝撞國民黨體制 對 所以國民黨怎麼可以不去修理 當然要去修理 這個 政理學會博士 這麼優秀的人 去給民進 國民黨派來抹地 結果去給民進黨感動到 但是你知道 搞到他現在怎麼樣 加坡人亡 加坡人亡 你知道他要跟女兒 在美國不回來 在美國不回來 國醫 這四人從此沒有看到女兒 他是很想有女兒 但是沒辦法 這樣 結果今天幾乎是造醫症 才管理精神病院 可憐 我說話 我要說的是 民進黨能幫他做什麼 這是轉型正義來做 差不多你說中國國民黨 到底是什麼樣的政黨 我給觀眾保證 本質不變 現在是換一個紅頭而已 過去 兩種獨裁的時候 他敢有 這個敵部機關 有警備中 有調查 人民都知道 所以人民還可以控制 說我們說話比較漂亮 現在不是喔 現在是換一個民進來 說他民主 他的本質不變 你旁邊 像有人插在旁邊 像跟你在了解這些東西 一樣的 他的青年學生 像在吸收這些 絕對有好處 讓他來做這些工作 所以不便 你才信這句話 但是民生的案件 到現在為止 那時候我剛才在做記者 一直一直看到這裡 不是只有這幾個受傷的 一大人人 到現在為止 你看 因為這個政治問題 壓力 進行錯亂 還有很多 怕你有多多多 沒辦法 把這些東西都放出來 所以我很怕民進黨 你這次之後 一定來成立一個專行政議 的委員會 這麼多都做到行政議 上面的人 突然有的 行政經驗這麼多 也包括 你的多數怕 為甚麼 一定來做官 為甚麼不能讓台灣 你們做一個好好的專行政議 他們看還沒夠多嗎 我這是很好的見言 是 所以像張明貴教授這種事情 我以前在政治系 當學生的時候 是看很多 很多 你是台大政治系 對 很多本省級的教授 真的 不敢講話 每天疑神疑鬼 他會跟你講說 哇 上課的時候問你說 啊 馬克思認為 國家是做什麼用的啊 你就起來說 馬克思認為國家是階級 壓迫另外階級的工具 他就跟你講說 另外一個學者研究這個 現在是被關起來的 洪怡在課堂上 那個人是誰啊 是講的是盧修毅 盧修毅做台共史 我意思是說 這種本省級的老教授非常多 當時想說 哇 念書當教授 後來政治變化這麼大 有的先到政治裡面去 有的 洪怡 張明貴教授這個情況是 搞不好人家後來都沒有在跟他 可是他每天覺得怎樣 被跟蹤 每天被跟蹤 趙玉症 憂鬱 然後覺得每天都是 這個case很多 洪怡這是什麼 這時代扭曲啊 我們現在是有機會在那邊大明大放 對不對 當教授雖然被講說 上電視都是二流 可是至少你